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电线走火 火雕刻都还要厘清 然而莲华食品的老板在雇主意外责任险 投保了每人死亡理赔金高达千万元 这个产险的理赔数字恐达破亿 莲华食品工厂火警夺走七条人命 造成15人轻重伤一大早 工厂部分员工回到火场整理东西 有好多包包堆满篮子 有些可能就是罹难员工的私人物品 除了员工进入火场整理外 消防局的火调人员也跟着工厂管理单位 进到起火楼层 以及伤亡最多的四楼调查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 起火处就是二楼的蓝色油炸机台 油炸机为何会起火是机械故障 还是电线走火火掉科要 釐清另外彰化县府清查工厂 相关申报事项 发现工厂的公安申报 也就是要定期自主委托 专业机构检查 他们的消防设备安全 以及建筑物的公共安全 像是逃生安全通道有没有阻碍 还有建筑材料是否有防火 这类的检查 在县府那边完全没有申报记录 工厂厂房相当大 一层楼就有5000坪 过去都没有公安申报记录 县府却没有发现 更没有监督 另外莲花食品位在桃园中立的制造厂业 被县府击查出 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规定 被开罚10万元 而彰化工厂这次因为疑似蓝色油炸机起火 造成火灾工厂买了两笔产物保险 一个是商业火险 一个是雇主意外责任险 火灾造成7死15伤 根据了解 莲华单一事故的理赔上限为2亿元 因此光雇主意外责任险的总理赔金额 可能就会超过1亿元 华氏新闻 为何所莲етров 普通区特阿姆 励